复理校1.2天在卫生所后方的停车场施打AZ疫苗 原本应该有135位长者符合资格施打 不过两天累计下来只有44位长者前来 曾荣聪表示因为有部分的家属担忧出现副作用 身体无法承受 卫生所主任表示虽然不强制但还是鼓励施打 施打疫苗后的长者就先坐在流关区来休息 一旁的医护人员适时的上前关心长者施打疫苗后的反应重 30分钟后如果没有不舒服就会通知家长来接送长者回家 这是不理想卫生所施打疫苗的情况 这两天的施打情况不如预期 因为施打的医院到今天为止 线上我们报名大概将近有130人 但是昨天估计到才来打的只有30位而已 所以这个不太理想 去了解他们一些因为年龄太大了 有的卧病不方便行动不方便 有的对这个打的施打有一些后遗症 他们都有一些疑虑 陈荣聪表示因为有部分家人会担忧 如果出现了不作用身体会无法承受 卫生所主任表示 虽然说不强制是长者个人意愿 还是鼓励施打 结果接种之后在这个30分钟之内 民众接到的气息都目前都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状况 副理箱一连两天在卫生所后方停车场 施打AZ疫苗 原本应该有135位长者符合资格施打 不过两天累计起来只有44位长者施打 这叫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